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实做好复工复产 群众就医 生活保障等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真正做到两手抓两不误 唐一军主持召开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专题会议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中央媒体看辽宁 央视新闻联播 为上千名奋战在雷神山的辽宁医护人员点赞 违点打员 迟云武汉的辽宁医疗队抽调骨干力量 全力救治危重症病人 争分夺秒 辽宁原乡医疗队进入病区开始接收患者 依法防控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利的法治保障 非常食品 以法治为刚具保障之力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连日来 我省各地各部门主动作为 在坚持不懈抗击疫情的同时 切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真正做到两手抓两不误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 当前即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也是即将进入春耕备耕的农忙时节 省财政厅在全力支持做好新冠肺炎防疫防控工作的同时 积极筹措下达资金支持春耕备耕生产 截至目前 已累计筹措下达省以上财政支出专项资金66.8亿元 落实耕地地利保护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 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等 防疫期间 省焦头集团将蔬菜肉类等重要生活物资 纳入应急运输保障范围 在高速公路出入口 采取增派审验人员 优化审验程序等方式 对符合绿色通道通行条件的车辆实行快审快放 简化审验流程 客户可在中国ETC服务微信小程序 提前预约出口使用查验终端审核 做到全国范围一次通行一次审验 为满足百姓就医需求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搭建起医生与患者的全天后线上诊断通道 患者不出家门就能得到医生实时的基础诊断 连日来 大连市各医疗机构纷纷开展网络问诊和电话问诊 满足百姓居家看病需要 目前 沈阳市已有七家医疗机构开通互联网医院 方便常见病慢性病患者 为降低交叉感染和聚集性感染风险 疫情防控期间 我省部分地区关停了门诊部 诊所类医疗机构 对于未实施关停 还需继续提供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 各地也制定了相应的规避交叉感染的应对措施 一方面 备足救治新冠肺炎病患所需的各种医疗资源 另一方面 也要充分满足普通人群的就医需求 2月16日 东软医疗首次研发成功的雷神方桑CT 在东软医疗沈阳园区内装载 发往了武汉 广州 河南 北京 新疆等全国各地 仅仅用了7天时间 雷神CT移动扫描单元就完成了研发验证及订单式生产 成为了满足当前疫情隔离诊断最需要的利器 这个方桑CT它最大的特点 我们第一 快速布置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CT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要货也非常急 我们这样的方桑CT在工厂里组装完成以后 拉到医院里 只要医院有一个适合的场地 接上电就可以扫描了 雷神方桑CT机动灵活防疫防辐射的特点 让新冠患者实现应诊 禁诊 应治 禁治 对于结果的判断 东软医疗利用5G加云技术 急扫急月急诊 通过5G实时传输数据 方舱急扫 放这颗急月 在诊断资源不足的医院 还可通过东软医疗智能云服务 得到远程诊断结果 真正实现诊断结果的拍力德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我省积极组织蔬菜肉类和米面油等 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加工流通 确保百姓生活必需品物风价稳 在锦州北镇 8.8万亩温氏大棚 每天向外销售蔬菜3500吨以上 目前 我省蔬菜日生产能力达到3万吨 不仅能满足省内日消费2万吨的需求 还能向外省输出1万吨 促勤生产方面 目前全省大型屠载企业复工率超过65% 连日来 我省有关部门与中储粮辽农分公司密切配合 及时保障全省40家加工企业原料需求 目前初步安排了2.8万吨的中央储备倒股 4万吨的中央储备小麦投放市场 我们在全省的生产流通企业中 确定了226家企业作为我们的保供队伍 确保企业经营正常开展 本台综合报道 2月16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唐一军 主持召开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专题会议 视频调度各式 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工作 他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2月12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敢于担当之勇 科学防治之志 统筹坚固之谋 组织落实之能 增强选举思维 战略思维 统筹坚固 强化协调 全力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唐一军指出 自2月6号全省开复工视频调度会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 落实落细政策措施 抓紧抓好复工复产 目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65%左右 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取得积极进展 唐一军强调 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各地各部门要抓紧组织企业复工生产 千方百计扩大市场 把疫情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医药聚焦两项任务 强化统筹协调 科学分析研判 精准把握态势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坚持不懈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站 紧抓不放 着力打好经济社会发展攻坚站 做到统筹兼固协调推进 二要狠抓两个到位 确保安全有序 严格落实企业疫情防控20条措施 确保疫情防控到位 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补短板排隐患堵漏洞 确保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有力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三要紧盯两个指数 加大工作力度 高度关注企业复工率和项目开工率 有地方使对症下药 落实好支持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 25条政策措施 狠抓企业复工和项目开工 要克难奋进化危危机 有序推进归上企业 中小微企业 外贸外资企业复工复产 力促续建项目尽快复工 新建项目尽快开工 签约项目尽快落地 四要注重两个保障 优质高效服务 要落实省政府出台的相关帮扶企业政策 帮助企业共渡难关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企业 企业深入车间深入一线 做到保障靠前 服务靠前 工作靠前 及时精准高效帮助企业 解决区域防控 企业用工 运输物流等燃煤之急 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企业的冲击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常务副总指挥陈向群 副总指挥崔风林 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台报道 2月15号 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了报道 雷深山医院辽宁上千名医护全力投入 为上千名奋战在雷深山的辽宁医护人员点赞 这几天 雷深山医院陆续开始收治患者 首批200多名患者已经入住 而在这里承担救治任务的 是来自辽宁的上千名医护人员 记者走进雷深山医院进行了实地探访 雷深山医院 从2月8号晚上就陆续开始收治病人 截止今天上午 已经开放了13个病区 接近500名患者入院治疗 雷深山医院共有32个病区 辽宁医疗队陆续将接手其中的17个病区 一天我们辽宁医疗队 就全面进入雷深山医院 昨天一天收治了200多个病人 收治的都是一件什么样的病人 我们收治病人主要是从急重症 急危重症 那么抢救过来之后缓解的 这样在雷深山医院进一步治疗 你们现在设备的形状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的设备有呼吸机 有监护仪等等 所以完全有能力 能够满足这些病人治疗需求 我手里的这份就是雷深山医院的平面图 现在的病人基本上都在A区当中 B区和C区还在建设当中 这里就是医护人员的办公点 截止目前为止 已经有1600多名医护人员 是在雷深山医院工作了 其中有1000多名是来自辽宁支援队 那么在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 在每间办公室的门上 都已经是陆续贴上了各个医疗队的名称 自1月26号以来 辽宁集中全省优质医疗资源 先后派遣1700多名专业医护人员 紧急持援武汉疫情防控一线 从8号启程奔赴雷神山到收治第一位病人 辽宁医疗队一直与时间赛跑 争分夺秒 为的就是让患者早一点住进来接受治疗 为了赶时间 这里的医疗设备生活设施 甚至每张床 床上的被褥 都是辽宁医疗队员连夜布置的 就在我省1000名白衣战士 出征雷神山的当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又紧急抽调60名精英骨干再次集结 在疫情防控和就职的关键时刻 他们持援武汉的主要任务是 就职危重症患者 呼吸的参数可以适当地逐渐下调 但是一定要盯住咱们血气的变化 盯住病人呼吸的状态 前一天 几位主治医师刚为抢救一名新冠肺炎 危重患者忙活到后半夜 一大早 大家又聚在一起继续会诊 我们重症的团队也体现出了非常强的战斗力 这个病人的话 现在养合的话 有逐渐改善 乳酸的话也逐渐的下降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是武汉市及周边地区 新冠肺炎重症和微重症患者的定点收治医院 包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在内 国家卫健委从全国共抽调来12支医疗队 组成了一支超强战队 交给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把死亡率降下来 为了降低死亡率 要动用全国的最有致的医疗资源来做这件事 这也是一场考试 我们都喜欢交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卷 习总书也说了 生命重于太轩 这个生命也包括我们病人的生命 包括医护人员的生命 这支一大医院抽调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 感染科等相关科室骨干力量 由院党委书记亲自带队的60人医疗队 2月8号夜里抵达武汉后 仅仅几个小时就迅速接手了 协和医院西院区13楼的50个床位 而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 不仅是对已有49名重症患者的救治 更迫切的是对病区的统筹改造 以及管理模式和治疗思路的流程载造 尽管它是从一个普通的病房改造成我们重症的治疗病房 我们从家里带了4台呼吸机 来有效的支持我们这种治疗 很快的把我们的所有的队员都训练成穿托防护服务 所有的感控知识比较过硬的队伍 制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病区床位责任制 联合值班医生负责制这么一个新型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的值班医生呢 在值班的过程中除了要处理交接班的患者 还要对自己所管的患者进行精细化的管理 十元武汉 辽宁医疗队采用围点打圆战术 进驻雷神山方舱医院 要做到患者应收尽收 重症医疗队则负责围点 全力抢救危重症病人 截至到目前 在协和医院 由辽宁医疗队负责病区的患者死亡率保持为零 非常专业 而且态度的非常积极 说实话 我是非常非常感谢辽宁的人民 对我们这个武汉的支持和帮助 本台记者武汉报道 这里是襄阳市中心医院的东京院区 也是首批辽宁支援襄阳医疗队 对口支援的几家医院之一 那么今天下午在验收过改造病房之后 医生将正式进驻这里开始接受病患 同时这也是辽宁医疗队到达襄阳之后 首个开展诊治的医院 最开始是互相混着排班的 就是又有我们襄阳的医护又有娘龄的医护这样混着排班一个星期 慢慢的他能把整个流程都走一遍 包括他自身的防护的流程包括治疗的流程包括护理的流程都熟悉了以后慢慢的我们就撤离 这里就是医护人员即将进入的接受的病区 那么我们看到这边就是一个清洁区 在清洁区里面他们需要在这里更换防护服 这旁边就是男女的更衣室 那么经过穿上防护服之后 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一个半污染区 那么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前面的区域是不允许进入的 在经历了半污染区之后 他们就将推开一扇门 里面就是他们即将要接手的患者了 牵托防护服的这个速度 您觉得跟之前练习是一样的吗 有很大的提升 而且就是团队的护士更加熟练了 那你一下有没有想过之前在防护服上写什么呢 没有 就写圣经 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加油 疫情面前真情无阻 经过辽宁天津河北河南湖北四省一市交警接力护送 华晨集团持援武汉的40辆负押救护车 经过三天两夜的长途奔波 今天运敌武汉 现在是2月16号的上午10点半 由华晨集团加班加点生产的40辆负押救护车 经过星夜兼程 现在刚刚运敌武汉 日夜兼程吧 我们也路上也没敢停息 这一路呢 到天井 雪天风路了 但交警带着我们 护送我们 往是河北河南湖北 这一路交警接力似的 把我们护送到这 在工业与信息化部的统一组织下 华晨集团大年三十收到任务 迅速组织华晨雷诺金杯复工复产 此批由美帝集团采购捐赠的40台负押救护车 2月13号从沈阳集中启运 全面参与应收尽收的抗击疫情攻坚战 截至目前 华晨集团已经完成122辆救护车生产 其中负压式救护车80辆 正陆续发送各地抗疫一线 本台记者武汉报道 2020年2月15号 10时至24时 辽宁省新增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为葫芦岛市病例 属普通型病例 新增三例治愈出院病例 其中大连市一例 锦州市一例 辽阳市一例 目前辽宁省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20例 治愈出院32例 死亡1例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今天下午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继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集中救治沈阳中心再传喜讯 五例新冠肺炎患者集体出院 其中沈阳两例 盘锦两例 铁领一例 据统计 沈阳市目前已累计治愈患者17人 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仍在持续 所幸 有勇士们冲在一线 各司其职 守护着我们的安全 今天我们来认识 坚守在一线的交警 吕波 2020年2月15号下午1点 这是沈阳市区内持续降雪的第18个小时 也是浑南交警大队港琴副大队长吕波执勤的第21天 从大年初二开始 吕波就因为疫情提前进入了工作状态 每天早上6点不到 就要出门去港区检查 每天睡在单位的他 晚饭基本就靠一碗泡面度过 痛风 肠炎 颈椎病 每次犯病他都要强挺着工作 疫情期间的这场雪 给民警们又带来了新的任务 从初二接到命令离开家到今天 吕波只回过一次家 拿了换洗的衣服后就匆匆离开了 记得吃痛风药 天冷老站着疼吧 忙了 不说了 你费心了 孩子今年高考 这几天你都辅导辅导 天天看着呢 哎呀 当我们问到吕波有什么心理话 要和妻子说的时候 他犹豫了好久 简单的一句话 道出了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的柔情 在这场战役中 在这场战役中 像吕波这样的勇者还有很多 他们为的就是保护他人的安全 为的就是让风雨之后的天空 绽放出更细专业的彩虹 本台报道 白衣战士勇敢逆行 基层干部守护社区村屯 企业复工复产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撂翘春寒中 我们每个人都感受着浓浓暖意 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的时候 这个时候最怕咬不住劲 最怕忙乱无序 最怕各种干扰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 越要坚持依法防控 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 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以法治为刚 方能具保障之力 从国家对新冠肺炎 纳入法定传染病 实行乙类甲管 到各地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从延长法定假期 减缓人员流动 到社区村实行封闭管理 一系列依法采取的措施 形成了严防死守的疫情防控网 但我们仍不时看到 有人无视法定义务 疫情防控面前玩任性 隐瞒行踪不如实报告 拒不配合检查隔离 这不只是法盲 更危害到了公共安全 我们仍不时听到 有人无视法律法规 抗击疫情时发国难财 哄抬物价 谋取暴力 甚至制假 售假 这不只是没了良心 更破坏了市场秩序 持法为鉴 让任性者付出代价 让玩活者受到严惩 执法司法的铁面庄严 彰显的是 护佑民生的大义 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 各环节全面发力 依法防控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人民战争 记者从省焦头集团了解到 2月17号上午8点 将恢复开放前期封闭的高花 雄越等28处服务区 恢复后 前期临时封闭的服务区全部恢复开放 服务区在做好消毒 防护测温和临时隔离措施的同时 开放加油站 含非油便利店 卫生间 汽车修理厂等基础服务 仍暂停餐饮客房等业务 京哈 沈海 沈阳至大连段 丹西和沈阳绕城高速公路服务区 以窗口售卖形式运营商超业务 其他服务区商超业务市情况开放运营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 2月17号零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 全国收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 本台报道 2月14号 博省又有233名医护人员 非赴襄阳进行对口支援 这是辽宁省第9批赴湖北 也是第二批赴襄阳支援的医疗队 至此 辽宁已有1700多名医护人员 奋战在湖北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无所畏惧 逆向而行 只因他们心中那份爱与责任 春山可望 暖阳可期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目送他们的背影 共判归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